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 我小室就请到很久没见的朋友Jolie 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新消息 Jolie Hello 大家好 很久没见了 很久没见了 自从前年的音响展 没错 有一个叠片的访问之后 近期见到在社交媒体上你又活跃了 然后又出了黑膠碟 所以今天请你来和大家聊一下 这新碟有什么特别 以及有多少心血 虽然去年没有机会和你做访问 但反而是更好的安排 因为我现在出了黑膠 我现在的设计真是完整 整个设计都可以和大家介绍 非常之好 刚刚好你又搞定了黑膠碟 但其实之前制作上一次唱片的时候 其实在疫情之下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 有 Tasting的大碟就是之前那一年 因为那个成绩都很好 所以我们一推出完之后 已经知道我们会想再出新的歌 所以在前年年尾的时候 已经开始筹备 我就和监制叶港权 就开始谈我们想摆些什么元素 在这张碟上 因为Tasting是比较容易听到的 你记得的话 很多Bossa Nova 很多Ballod 我今次就说我想破格一些 我想做一些更加多层次 带给观众更加多刺激的东西 我们其实前年年尾就开始谈 真的用了三四个月 我想真的有个歌曲 list 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去了国内 然后我在隔离的期间 那21日隔离 天天就和Joseph 通电话 然后就去研究每一首歌 应该如何设计 他又会做完试验 送给我 我就自己在酒店那里录 录完又录给他 然后我们下来会 其实都做了几个月 挺方便 21日闭关 对 所以我是很忙的 有一天 一点都不悶 因为我们之前做很多准备 所以一入录音室 其实就很快就录光 很顺 已经即时进入状态 就很快就搞定了 录音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觉得前段的功夫 其实是最重要的 在那个选歌上面 其实有没有说特别选 哪一类型的歌 会适合到你的要求 自己很想放多些 爵士乐的元素 在这一只碟上 不是每一只歌都适合 所以我们做研究的时候 真的听了很多歌 终于就让我找到哥哥的 拒绝再换 不单止他出这首歌的时候 是很破格 因为那个Message 其实是很新的 在当时来说 又很型 这首歌 又很好玩 然后我们度过之后 就发觉 是完美去做Big Band Sound 所以这首歌 是差不多第一首 我们落实 一定要放下去的歌 这首歌就是上次的专辑 很搞笑 当我第一眼看的时候 这首歌已经是黑胶 不知头不知脑的时候 原来内有少少玄机 首先我们一揭开 原来里面有一只CD 而有两个Joli 这一只 而看到这里有一个签名 签名是否你亲笔签 是的 我亲笔签 但其实说这一碟 如果要说风套的设计 我一定不可以不提Alan Chan 就是国际知名的设计师 陈友坚先生 我跟他是好朋友 也是因为音乐和着视乐结缘 因为他很喜欢听歌 很喜欢唱歌 其实我求了他很久 他80年代 大部分有90% 比如哥哥 妹姐唱片 都是他设计的 已经二十多年 没有再设计过唱片 所以这次可以找到他 我觉得非常享受 很幸运 亦是你的人缘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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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 这支碟是 真是一个圆梦 很完美的一个 不单只是唱片 那么简单 是一份艺术品 Alan他最能力的 就是做一些 和选择 和选择颜色 和他的设计 其实是非常仔细 去brainstorm 如何做这支碟的时候 首先我选择 因为我选择了 present这个名字 因为present有三个意思 做了之后 发觉不单只是一份礼物 送给大家 还是一份礼物 送给我自己 你可以读做present 从这支碟 可以找到一些 80年代 90年代的金曲 重新去演绎 重新去present 送给大家 将一些经典金曲 带到present 所以他有多重的感觉 为何这支碟是黑白为主 因为他都参照以前 穿视乐年代的黑白照 那种感觉 那种mood 所以除了封面 封底 而且这里有个漂亮的 一开就是白色的contrast 其实这支碟里面还有 还有圆肌 还有歌词 还有一个相拆 大家一拿出来 看到他真的做到 那个黑白的contrast 还有那个mood 那里面其实都真的 都轮廓很分明 是呀 里面其实很漂亮 有很多个look 那只拍这些都要拍 还有你讲开拍照 还有大师 陈友坚今次自己操 他拍摄啊 是做完摄影 所以是真是很特别的一个art piece 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他跟我说八十年代 是很流行有poster 所以其实这里里面 还有一张poster 真是原本的尺寸 舊有时间的尺寸 很震撼 所以我觉得整件事 选poster用哪一张 其实都很免费 这个当然是留给大师的决定 这个也都拍出了你这个 这个友人的身段 但是说回为什么会这么大张呢 就是因为他知道 会出黑胶 所以就一出 就出了个黑胶唱片封图 我就再出黑胶的时候 就可以把黑胶片 撕回来 就是一个complete set 但其实黑胶本身 都是一件艺术品 这个就是现在在买的 没错了 因为它是胶的一个物料 但是这个胶 其实就是一个 dye cut的一种玩法 里面就是红色的 所以大家会看到有些东西 可以搞到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 漸变的一种设计方式 由红黑的对比 就会变成原本的黑白相 而且Ellen就跟我说 为什么今次会有这个设计 首先 质感不同 这个是胶 因为是黑胶碟 所以用胶套 另外就是因为这一只碟 推出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漂亮相 所以这个设计 他就想做一个 神秘的感觉 有不同的感觉 都非常之有心思地 就将这个唱片 做了这一种设计模式 其实里面就是一只 红色的一个风套 那一开 大家就会看到 另外一张很漂亮的 在我对手 Ellen就说 预意我可以 到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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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其实也有这种风套 這個我覺得你演繹得非常棒 我很喜歡《Sade》 我跟監製聊天 可否有一首《Sade》 柔軟一點 穩定一點 有些健康的歌曲 他就說好 為什麼我們試試 我們就選了這首歌 保留了少許著士的味道 但其實整件事已經摩登了很多 聽下去好像你這樣說 我覺得每天都會帶給我 一個很開心 和令我好心的感覺 如果在黑膠上來聽 因為有《Analog》的味道 感覺更加棒 現在又復常 會否真的可以有些演唱會 或者音樂會 或者未來會否有想過 自己去創作一些原創作品 你這麼聰明 真的嗎 你說完我想做的事 好棒 首先說演唱會 這是我一定會想做的 因為這幾年想開都麻煩 對 還有現在已經有兩首歌 所以我一定會做的 但首先我想有了自己 一些自己原創作品 所以今年是一個很大的 breakthrough 對自己來說 參與作曲 作詞也會嘗試 應該陸陸續續 今年就會推出 我希望推出完整隻碟的原創歌曲之後 整隻碟 可以很圓滿地開一個演唱會 開一個演唱會 又可以唱別人的歌 又可以唱自己的歌 沒錯 讓到喜歡你的樂迷 其實都可以不同的角度 去欣賞到你的表演 這個真是消息很棒 對 我也很緊張 很期待 在未有這個原創作品之前 我們當然是入手 現在這一隻黑膠碟 接下來我們都會緊貼它的消息 看看有什麼新動向 會和大家分享 今天非常感謝Jolie 謝謝 謝謝 我們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 多一些Jolie的消息 大家不要走開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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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